台湾长绒海运大型货轮长次号 搁浅埃及的苏伊士运河6天之后 今天至少有部分已经脱浅了 根据报道 货轮船体终于再度浮起 最新影片也显示其船手终于返回水面 海运服务供应商InchCAP Shipping Service 在电邮中表示 货轮长次号在埃及时间 清晨40 30分左右成功脱浅 船身目前牢固 目前还不清楚苏伊士运河 何时才能回复交通 另外如今另外两艘专业拖掩船 抵达现场加入住院行列 协助托困作业的消息来源乐观认为 这艘大型货轮可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动弹 货轮长次号在本月23日 与强烈的沙尘暴中 搁浅在苏伊士的运河 船身打鞋堵住运河的双向的交通 使得全球的供应链受阻至今 受影响的每日货物运输规模达到90亿美元